周一,华盛顿邮报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预计将对强生新冠疫苗发布新的警告,称该疫苗与严重且罕见的副作用,格林巴利综合症存在关联,这是一种因为免疫系统损害周围神经系统而导致的急性肌肉瘫痪疾病。 CDC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接种了1280万剂强生疫苗后,已经发现了大约100份关于格林巴利综合症的初步报告。 这些病例主要是在接种疫苗后两周左右报告的,主要是男性,其中许多是50岁及以上的人群。 根据CDC的数据,格林巴利综合症通常以每周60至120例的速度发生。 虽然,该综合症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它通常是在感染了病毒或者细菌之后出现的。 在美国,每年估计有3000至6000人患上这种疾病。 根据CDC的说法,大多数人会完全康复,但是,有些人会出现永久性的神经损伤,50岁以上的人群面临的风险最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